为了让长辈活络筋骨 都兰部落文化健康站举办了一场充满挑战和趣味的活动 叫做桌上冰球 不仅可以增加长辈的激励训练 身体敏捷性还有平衡感 集中专注力思考能力 长辈们也非常享受这场活动 长辈精力发挥将球打到对方范围内 场面积热闹又有趣 以简易致志的桌上冰球比赛场 透过纸板围住 让球不往旁边跑走 再加上设置 让桌上冰球比赛桌更甜色彩 容易让长辈活络筋骨 都兰部落文化健康站举办一场 充满挑战和趣味的活动 桌上冰球 不仅可以增加长辈的激励训练 身体敏捷性以及平衡感 集中专注力思考能力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成立 让长辈聚在一起 而在课程上也非常多元 像是有手工艺绘画 以及让长辈活动的简单游戏 都能促进长辈们手脑并用 活化身体机能 而台东县的规划 像是健康超比赛 AR扩增实境 体势能竞赛 提升长者的活力 而未来将导入更多资源 以及有趣课程 鼓励部落长者社会参与 台东县184个部落 已经设置103个文件站 而在今年台东县 获得园民会核定 再新增3站 全线将达到106站 部落文化健康站 提供更优质的照护环境 让银法族快乐变老 就盘着台东市报道